上海国家会计学院于2000年9月正式组建 隶属于财政部 学院位于上海市青浦区徐金镇 占地520亩 校园三面环水 景色宜人 绿化覆盖率高达65% 教学设施国际一流 以建设高层次国际化数字化的继续教育基地为目标 我愿积极开展国际合作 从国内外广聘著名专家教授 研究开发高级经济管理人才培养课程 2001年 我愿与香港中文大学成功推出了中国第一个专业会计硕士项目 2002年 与美国亚利桑那州立大学成功推出了EMBA项目 项目汇聚了世界一流的师资和学员 在国内外引起了巨大的反响 Sny经济论坛是我愿定期举办的高层次系列论坛 社会政府领导 业界精英 以及社会各界的专家学者提供一个自由交流的平台 同时他也是一个与大师直接交流对话的平台 2004年10月23日 我们荣幸地邀请到了国学大师南淮景先生 力临我愿讲学 尊敬的南老师 各位来宾 各位学员 大家下午好 您走 非常感谢各位能参加第七届斯耐论坛 今天我们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著名国协大师南淮景老师 大家知道随着我们国家对外开放 引进吸收西方发达国家的先进技术和文化的同时 我们中国传统文化却有被遗忘的危险 有时之是认识到这一点 奔走疾呼 为传统文化的传承而贡献心力 国协大师南老师便是其中之一 南淮景老师被尊为学界楷模 及中华传统文化之大臣 道德文章 明文天下 是一位极富传奇色彩的人物 南老师学问博大精深 著作本身 内容涉及如 事 道 融合了诸之百家的学说 因为有特殊的人生经历为基础 所以他的生命体验 往往与纯粹的学者不同 不仅如此 南先生的学说还深入浅出 他常常能把深奥 会社的电极 用最明白小畅的语言表达出来 使得普通大众 能够比较容易地理解传统文化的精髓 对传统文化的普及 做出了极大的贡献 南先生的为人处事 同样值得我们后辈好好领悟和学习 无论是深处困境的安平乐道 尽心写书 还是民满天下后的谦虚谨慎 都显示了一种 安置虚怀入 落骨的人格精神 近年来 南先生还不断地在推动 儿童学习中国文化经典的活动 希望通过下一代的培养 使得传统文化得以保存 南先生治理行间都在鼓励现代人 建立一种拙然不拔 矗立风雨兼威中的精神 他还主张从历史中学习经验教训 作为当下决策的参考 这些都是启发智慧 发人深省的观点 今天来的我们学院EMBA EMPACC项目和其他项目的学员 以及各位来宾 都是各界的精英 相信大家都能够从 南老师的学说和演讲中 领悟到不少做人做事的真谛 我想这可能也是 今天在座的各位学员和来宾 最想收获的 这也契合了我们学院 举办斯奈论坛的宗旨 大家知道 上海国家会议学院成立至今 一直非常注重高级经济管理人才的培养 在日常的培训中 不仅注重提高学员的专业技能 更是更时刻以不做假账为校训 着力以提升专业人士的职业操守和个人素养 我们希望让更多的学员通过 思奈论坛这一交流平台 博彩中长 获取信息 从而能白纸干头更进一步 此次能邀请到一代中师 南老师主讲 对论坛本身来说 拓宽了研讨的学科范畴 是一次大的突破 对在座的各位学员来说 能得到这样一位闲思的口耳相传 亲身传授 是一次非常难得的机会 今天我碰到很多学员和来宾 大家问我最多的一句话就是 你们怎么能请到南老师 有学员跟我说 看南老师的书 本身都是一种激动 更不用说 能够亲耳聆听南老师的演讲 所以在此 我要对我院EMPNCC二期学员 双龄律院助持 体悟法师表示深深的感谢 没有他的吉利促成 我们也无缘聆听到 南老师的精彩演讲 一睹大师的风采 下边我们大家就用热烈掌声 欢迎南老师给我们做精彩演讲 请您好 请您好 谢谢 请您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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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请您好 讓每位來到學院的人 都有在畫中游的感覺 正是流水纏纏 天鵝蕩波 我向大家介紹我自己 我對自己有一個評論 活了一輩子到現在 八個字 我對自己有一個評論 我對自己有一個評論 平身一無收場 同時也一無成就 偶然有一些虛名在外 我希望大家注意一件事 四個人有一個東西最評論 虛名 什麼叫虛名呢 偶有其名 沒有真正的內容 所以古人有兩支詩很好 希望大家記得 原來名是精彩少 有名的人 不記得真有所謂的 那麽全世界到體股法師下面兩位法師 邱家仁 偏是身家俗氣多 本來邱家仁應該很高雅的 沒有俗氣 結果邱家仁有了俗氣了 他就越講到體股法師的關係 那等我來了 就是體股法師非常有俗氣了 所以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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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